你好,政治揭露,喂,大家好 這條片呢,出街的是5月11日的9點鐘打後 其實就在7點的40多分 我們得到的消息說 612基金的5個人 就是說許寶強、陳日君、何韻詩 我們知道不可以全部被捕 這件事也是挺突發性的 因為我做節目可能時候是聽不到的 就是說我今晚看完7點半新聞之後 就開始預備做節目 那你6點半看到7點3 看完就沒有東西 當然就是以為沒有新的東西 誰知就是我正在錄節目那一刻才爆出來 事實上也是一個太突發性 所以我變成了在5月11日 對不起,我會出四套片 就是會政治揭露那一邊 都會出了一個B、C B是說鄧炳強搞假新聞發 還有提提許寶強的問題 但是現在這次612基金 在今晚之內7點多 7點8 我以為沒有新的新聞 7點8才出來 那你拘捕了五個人 其實是整件事 事實上是非同小可 連何秀蘭都拘捕了 即是他們現在四個 包括何秀蘭 全部拘捕了五個人 是在代表什麼呢 即是我不做一些賣廣告的煩 即是說分享、留言、讚好、按鈴鐺 叫你們訂閱 那些我不說了 我只是告訴你 鄧炳強應該在5月8日特首選舉之前 已經掌握了他們幾個人的犯罪的確切證據 他們是危害國家安全 但是鄧炳強 不想在李家超成為後印特首之前 有這個大動作去抓陳日君 因為陳日君呢 我相信他是香港 黑暴勢力的總陀主來的 即是說黎智英被捕之後呢 最大的總陀主陳日君呢 不敢在5月8日之前去抓他 因為陳日君我相信直接是跟林鄭有關係 和很多AO有關係 我知道呢 李家超是天主教徒 但是李家超是一個正直 真正的天主教徒 但是陳日君呢 他不是真正天主教徒 是美國間諜 而香港天主教裡面呢 有大量的美國間諜 這些人呢 他是借宗教來宣傳西方的民主制度 但是天主教裡面是沒有民主的 主教是不需要呢 是那些會眾呢 一人一票投出來的 天主教是可以啊 你說逢是會友 一人一票都可以的 是不是啊 不是任何日 你可以screen的 因為有個浸禮子的嘛 浸禮子或者是 浸禮子上面有個 有沒有堅證禮那些 可以confirm的嘛 你說啊 你做過浸禮的 都不一定可以投票 但是你做過堅證禮 就可以投票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喂其實 那個是可以控制到的人數 是可以一人一票 但是天主教不搞這些事情 主教是由梵蒂岡指定 就是說呢 天主教內部搞獨裁 就是西方的語法 這種叫獨裁 但是呢 現在西方因為滲透天主教 滲透這個西方所形容的 獨裁宗教的時候呢 利用這些 天主教獨裁機制 捧了這些 美國的代理人之後 陳日君呢 這條仆街呢 就用這個主教的身份 在香港搞所謂的民主 美式民主 可以方便西方滲透暴亂 搞顏色革命 現在這四條仆街 那些陷家產呢 肯定拘捕了之後呢 長期拋撩了 都不會說給他們保釋 不知道四個呢 加上這個何秀蘭 何秀蘭因為呢 沒有參加呢 初選呢 這麼久都沒有拘捕 這些陷家產 是香港的超級敗類來的 是死十次都不夠的 黑暴 弄死了蘿白 燒傷了李白 是吧 倒墻水 拉傷小虎sir 甚至說 有警察 腳被弓箭貫穿 都是這幫仆街陷家產 去 拿些黑錢 去給那些暴徒去做的 這幫仆街陷家產 死十次都不夠 但是如果你說612是仆街陷家產 匯豐這間的 這間的 海盜鴉片銀行 是更加要死 現在李家超上台了 中央政府和鄧炳強和蕭澤宜 終於敢拘捕陳日軍 你知道嗎 拉陳日軍很嚴重 因為會牽涉國際政治 牽涉 梵蒂江可能是阿知阿卓 梵蒂江金那一本就是垃圾 聖經教了 要以命還命 就是說如果殺人犯 應該要實施死刑 因為每一個生命是平等 你殺死一條生命 應該要還一條命出來 這個是聖經的巨語 但是教宗呢 就跟西方海盜邏輯 搞取消要否定死刑 沒有的 教宗不看聖經的 所謂教皇無誤論 根本是垃圾 教皇說了反對死刑的話 其實聖經說支持死刑 你讀了什麼東西 但是教宗呢 現在說要逼俄羅斯 要把阿速鋼鐵廠裡面的 西方那些人渣 阿速鋼鐵廠裡面 有很多罪惡的勾當 新化武器 又或者說 烏克蘭把俄羅斯裔的人 扔到鋼鐵廠裡面 又奸又殺又受生物實驗 有很多很邪惡的東西 教宗就叫阿浩敬不要趕盡殺絕 是孤式養家 其實天主教呢 我的教義我是支持 但是天主教呢 現在變成了美帝國的工具 去搞死香港 現在他們搞六一二基金 他們都是唐而王之在教會裡搞的 其實我有時候 我是很質疑的 就是你許正宇 或者是你下面 我真的不知道是你的問題 還是你下面的秘書長 真的很多天主教和黃絲 其實那些教會怎麼可以借地方 搞六一二去搞記者會呢 我真的很奇怪 很明顯這個場是教會來的 教會被一個女同性戀者宣揚淫亂的人 在教堂裡面開一些 替黑暴籌集資金搞死香港人 那麼這間教會為什麼還可以有慈善牌呢 他擺明這間教會搞政治啦 就是我那時候呢 跟譚德志去過那個什麼 不是有一間教堂 那間教堂叫做九龍遊靈堂 整天都是替這個 呃 這個佔中 就是說 整群混蛋呢 去那裡開記者會 就是啊 戴耀廷啊 整群混蛋 就是那間教會應該取消他八日八日牌啦 搞什麼慈善啊 搞什麼慈善啊 搞慈善不可以搞政治的啊 是香港的政策來的嘛 但是現在香港就是利用宗教搞政治 法例明言不准 你拿著八日牌去搞政治 但是那些教會或者天主教 在香港搞政治 然後 教廷自己成為一個 叫做 國家的身份 在那裡呢 說你不准搞他的人 但是整個教廷呢 就已經成為美國的 工具 在全球搞顏色革命 說真的那句 我覺得香港天主教呢 應該呢 徹底撿了他 然後把香港天主教的資產呢 撲給大陸的愛國天主教會 我不是打壓你天主教的 不過我現在認為香港天主教 要麼就執行X了 要麼就是香港的天主教 將他所有的資產和所有的學校 交給外國天主教教會管理 譬如說舉例,不方便改基本法 就要給香港的宗教群體 要繼續生存 就可以將香港的基督新教的 所有的資產和學校 全部撥在大陸的三字愛國三字教會 那你新教由愛國三字教會管理 接著你那些天主教的資產 由大陸的愛國天主教教會接管 我用不著給這些教會 你們在搞邪教嘛 在宣傳邪教嘛 宣傳顏色革命嘛 現在問題就是你天主教的勢力 控制香港政府 你林鄭是一個天主教徒 全部都隨時就是你 如果李家超 未成為一個呢 後任特首呢 香港的政府裡面的天主教徒 隨時又是暴亂 隨時顛覆我們的社會 但是現在李家超成為後任特首呢 他們可能就怕不敢動 那些政治形勢呢 拘捕他們的時間是很重要的 那我不說那麼多了 今天呢 你要兩套片講政治歷路 真是沒辦法了 先說那麼多 先說 先說